Hello大家好,我是龙2 近日有国内媒体曝光了一组宝君品牌 尚未发布的SUV车型叠照 从提到中可以看到这款新车的体型比较大 前任近期隔山采用了点阵式的设计 与现款宝君RS5较为相似 在两侧的大灯中可以看到新车的大灯组整体较为狭长 内部设计有两条高亮的多个视条看上去非常别致 而在车尾的设计上新车并没有太多亮眼的地方 整体造型较为方正饱满 C柱与D柱之间的距离较大 所以新车在后备箱的储物空间上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而在尾灯组的设计上 相信大家也会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看上去与路湖懒胜极光颇为相似 至于动力和上市日期 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消息留出 对这款车感情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日前由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一代大众高尔夫车型的无伪装实车叠照 从叠照来看这似乎是在给新车拍摄广告素材 那作为一款换代车型 全新一代大众高尔夫在外观设计上 整体还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 前脸大胆组与狭长的隔山相连 配合下方夸张的线条看上去非常的别致 而在尾部的设计上 新车整体显得较为敦实 一条与腰线相接的棱线贯穿左右 拉宽了车尾的视觉观感 下方双边共两处的排气 看上去也是运动感十足 内饰部分可以说是全新高尔夫变化最大的地方 中控线条凹凸有致 配合内嵌的全新仪表和较大尺寸的中控大屏 科技感十足 方向盘采用了屏第三幅式的设计 也比较符合该车的定位 在动力方面据了解 新车在海外市场将提供1.0T三缸汽油 1.5T四缸汽油 1.6T四缸柴油等多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 同时还有望推出插电混动版GTE车型 期待一下 提起纳智杰 相信大家即便是没有开过也有所耳闻了 现在网络上曝光了一组纳智杰汽车即将要推出的 全新SUV车型的驶车叠照 从迭照中可以看到新车前连采用了倒贴型的进气格扇 而且尺寸较为夸张 在车身侧面可以看到新车的后风挡拨里 整体有着较大的倾斜度 营造出一种溜背式的视觉效果 预计定位于一款轿跑SUV车型 再看尾部 新车的尾灯设计较为独特 下方的视宽灯纵向放置有一些凯迪拉克的味道 底部采用了一套双边共两处的排斥系统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车的运动感 新车整体的内饰看上去也还不错 大面积的皮质加缝线配合 较大尺寸的中空大屏品质感还不错 目前纳智杰官方并未透露 该车的动力及配置参数 不知道这车以后会不会有牛喝水的声音 感觉还要不妨关注一下 近日有外媒曝光了一组雷诺品牌 新款塔利斯曼旅行版车型的陆式叠照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可以看到新车在外观设计上 还是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 前脸格栅面积有所减小 内部的横向装饰条也要更少一些 两侧的大灯组更加狭长 配合獠牙式的LED 日渐新车灯视觉观感非常犀利 新车尾部目前还覆盖有一定程度的伪装 所以在细节方面还无法看清 但从整体的轮廓上来看 变化貌似并不大 预计尾灯组会采用全新的设计 另外关于新车的动力 目前也还没有详细的消息流出 预计也会有一定的调整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关注一下 日前有效一生广汽传奇全新GA6车型 将于8月23日正式上市 作为第二代GA6车型 新车在此前的2019上海车展上正式发布 整车采用了广汽传奇光影雕塑3.0的 家族化设计语言 全新的鲤鱼一前脸 配合两侧点阵式的LED大灯组 视觉观感较为别致 而在侧面的设计上 可以看到新车整体的腰线平直 看上去较为稳重 车尾采用了贯穿式的LED尾灯 配合贯穿式的督隔视条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至于内饰 全新的GA6提供了米色和黑色 两种配色供消费者选择 中控台采用了连体双屏的设计 两块12.3英寸的大屏 大大的提升了成点的科技感 动力方面 全新GA6270T车型将搭载 4A15J1型1.5T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小输入功力169马力 峰值扭矩265牛米 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传统系统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新车上市提供5款车型 供用消费者选择 价格区间定在11.68到16.98万元 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觉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